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了解这个世界 但我们了解的只是我们能理解的那一部分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时间不存在 那我们每天的变老算怎么回事 还有那过去 现在 未来又算是什么 我们的衰老是因为时间流逝 还是因为我们被时间这种幻觉给骗了 科学家告诉我们 时间也许不是宇宙基本存在的东西 它只是人类理解的工具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糊涂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可能颠覆你世界观的问题 如果时间不存在 那我们到底在经历什么 我们从小被教导时间是线性的 今天 明天 明年 是一条方向明确的直线 我们从过去走向未来 但物理学告诉我们 没有人能证明时间真正存在 更夸张的是 在宇宙方程里 时间常常被消失 在有的理论里 宇宙根本不需要时间就能运作 也就是说 时间可能不是宇宙运行的底层代码 而我们人类为了描述变化 发明了这种叫时间的单位 就像温度计不是温度本身 钟表也不是时间的本身 那你可能会问了 时间如果都不存在 那我脸上的皱纹是谁弄的 答案是 你经历的不是时间 而是变化 我们的衰老不是因为时间过去了 而是因为细胞老化 DNA受损 生理结构损伤的积累 我们不需要时间来解释衰老 变化本身就是解释 一句话总结 你的变老不是时间造成的 损耗才是让你变老的真正原因 是 也不是 我们所有关于时间的概念 比如秒钟 分钟 小时 年份 过去 现在 未来 死亡和成长 包括你迟到了 全都是基于人类共同约定的认知框架 那如果时间是幻觉 会发生什么 历史变成事件的排序 未来变成概率 而现在变成了意识的聚焦点 听起来是不是很抽象 但你其实已经在体验了 你做梦的时候 有时间感吗 你刷短视频的时候 一小时像一分钟吗 你喜欢的人坐在你对面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时间变慢了呢 这说明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我们的时间感并不是客观的 而是心理和生理 共同构建出来的幻觉 像《回到未来》 《星际穿越》 《复仇者联盟》 《终局之战》 这些电影里都提到了 同样一个问题 能不能穿越时间 科学目前的回答是 去未来理论上可行 但需要高速移动和强引力 但是回到过去 理论上极其困难 几乎不可能 根据相对论 速度越快 时间越慢 接近光速 时间几乎停止 也就是说 如果把时间旅行 分成未来旅行和过去旅行的话 未来旅行理论上可行 而过去旅行基本上不行 否则因果律会直接崩塌 例如祖父悲论 这种时间旅行的悲论 比方说 如果你回到了过去 杀死了自己的祖父 那么你将不会出生 那么既然你不会出生 那你又是如何回到过去 杀死自己的祖父呢 所以祖父悲论 不是电影设定的bug 它是真实存在的逻辑问题 光速到底是什么 是速度还是时间的边界 两者都对 光速是我们现在已知宇宙中最高的速度 也是时间如何运行的计算基准 爱因斯坦说 没有什么可以比光速更快 否则你可能看到结果早于原因 就比如你先看到枪响 再看到扣动半截 所以科学家把光速当成现实世界里最重要的时间标志 如果未来人类发现了比光速还快的东西 那不仅时间要重启 连整个宇宙的理解都要重启 当然有 我们曾经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结果是错的 我们曾经以为物质是连续性的 结果也是错的 我们认为时间是绝对的 当然还是错的 我们一度甚至认为人类能看到全部的颜色 结果依然是错的 换句话来说 我们现在认知的一切 在未来可能都是个消化 也许一百年后 时间是幻觉 就像我们今天认为地球是圆的一样 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常识 所以如果时间根本不存在 那我们的记忆是什么 命运是什么 人生又是什么 你现在看到的这一秒 是现在还是一段被意识挑选出来的幻觉 如果你早知道这一切都可能不是真实的 你还会用同样的方式活着吗 所以我们不是时间的囚徒 而是认知的囚徒 好了这些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点赞转发收藏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